听读练习 苹果里的星星 邻居家刚上一年级的小宁到我家玩 我切苹果招待她 我刚想竖着把苹果切开 小宁拦住了我 她神秘地跟我说 姐姐,苹果里面有星星哦 哦,怎么可能呢 我好奇地问 切了这么多年苹果 苹果里面不就只有个盒吗 哪里有什么星星啊 小宁接过刀 把苹果横着一切 然后举起来给我看 姐姐,你看!星星藏在这里! 原来,横着切的果核果然是星星的形状 她很骄傲地说 这是我自己发现的 大人都不知道哦 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真是无穷的呀 我们大人不会横着切苹果 自然发现不了苹果里面的星星 孩子有时候还能成为我们的老师呢 邻居家刚上一年级的小宁到我家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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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切苹果招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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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想竖着把苹果切开 小宁招住了我 我刚想竖着把苹果切开 小宁招待他 我切苹果招待他 我切苹果招待他 我正想竖着把苹果切开 小宁招待他 我刚想竖着把苹果切开 小宁拦住了我 他神秘的跟我说 姐姐,苹果里面有星星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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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怎么可能呢 我好奇的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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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了这么多年苹果 苹果里面不就只有个盒吗 哪里有什么星星啊 切了这么多年苹果 苹果里面不就只有个盒吗 哪里有什么星星啊 切了这么多年苹果 苹果里面不就只有个盒吗 哪里有什么星星啊 切了这么多年苹果 小宁接过刀 把苹果横着一切 切了这么多年苹果 小宁接过刀 然后举起来给我看 姐姐你看 猩猩藏在这里 然后举起来给我看 姐姐你看 猩猩藏在这里 然后举起来给我看 然后举起来给我看 原来 原来 横着切的过河果然是星星的形状 原来 横着切的形状 横着切的过河果然是星星的形状 他很骄称 他很骄傲的说 这是我自己发现的 大人都不知道哦 他很骄傲的说 他很骄傲的说 这是我自己发现的 大人都不知道哦 他很骄傲的说 他很骄傲的说 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真是无穷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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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人不会横着切苹果 自然发现不了苹果里面的星星 我们大人不会横着切苹果 自然发现不了苹果里面的星星 我们大人不会横着切苹果 自然发现不了苹果里面的星星 我们大人不会横着切苹果 我们大人不会横着切苹果 自然发现不了苹果里面的星星 孩子有时候还能成为我们的老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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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居家刚上一年级的小宁到我家玩 我切苹果招待她 我刚想竖着把苹果切开 小宁拦住了我 她神秘的跟我说 姐姐 姐姐 苹果里面有星星哦 哦 怎么可能呢 我好奇地问 切了这么多年苹果 苹果里面不就只有个盒吗 哪里有什么星星啊 小宁接过刀 把苹果横着一切 然后举起来给我看 姐姐你看 星星藏在这里 原来 横着切的果盒 果然是星星的形状 她很骄傲地说 这是我自己发现的 大人都不知道哦 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真是无穷的呀 我们大人不会横着切苹果 自然发现不了苹果里面的星星 孩子有时候还能成为我们的老师呢